接下来看呢也是焦点人物 他就是虽然闹出跟女主播有亲密举动的台8混血儿吴亦化 今天呢在南投 看起来呢心情还不错 因为呢是他头一次体验划船 还表示他很喜欢这一趟的台湾行 把难回答的问题都交给规划行程的基金会 对外说明 吴亦化6号来到日月潭 山光水色一览无遗 穿上纠身衣 吴亦化还在天主教 深爱营地体验独木舟 虽然来到清幽的环境 但无遗化和女记者蛇吻的八卦 却回之不去 天主教博爱基金会再度为无遗化澄清 表示台湾和巴西的风土民情不同 不必太大惊小怪 在国外的话是一个礼貌 在台湾变成一个丑闻 所以昨天报回巴西的时候 大家都觉得巴西的人都觉得好奇怪 所以他自己觉得 他自己也没觉得怎么样 他只是讲了说 我是很感激这个 记得给他有一个很漂亮的东西 就这样子而已 无遗化历经十年才归国 外界好奇无遗化会不会定居台湾 不过欧经人表示无遗化目前没有这样的打算 应该到目前没有这个打算 因为他还有两年的时候就要上大学了 上大学完的时候他可能自己会决定 天主教的公益形成满档 但10号过后 无遗化会有五六天的时间回去高雄协定 好好和亲友团聚一姐相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